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免得让他们在九泉之下无人祭拜 成了孤魂爷库 至于有人要挑剔你心腹 那都是放屁 是 我也盼着紫盛早日结亲生子 你看到城市年幼身小门帝不醒 怎堪以十一郎为配 我家郁昌呀 你家孙女有你这种欺负人凶长死得早的大幕 婚事就甭想了 你 你五亿长辈 慈禅 你可听好了 你一想娶谁 你一就娶谁 你不想娶谁 没有人可以逼迫你 如果还有人 能拿婚事来要挟你 那这 就要让他胜不得 此也难 拼起了吗 我 我就是一说 子盛的婚事自有陛下做主 让人哪能多言 我就是想让淳于世 受到应有的礼贷 好 要说霍家影事了 子盛两口子留下 其他的皇子们都退下 你为何要护着霍金华 当年活该差点害死你 叔母 我与霍军华之间的关系 还用得着您这位长辈 来挑拨离间吗 我与他相识几十年 便结仇几十年 他泼过我热汤 我撒过他铁钉 有一次 他还匡骗我出门 让我险些遇了肥贼 正是啊 既然如此 如此什么如此 即便他人品再不堪 那淳于世也不是个好东西 叔母 我劝你还是悠着点 别为了护着他 把自己给折进去了 你若是再为淳于世说话 我就要评论评论 叔母您的功绩 下回 我可不会再剪开众皇子公主吧 你们提及过往 我也插不上嘴 如今 这顿饭也算散了 待会儿我们去凤贤店 祭奠获释全族 阿恒妹妹 你也一起吧 不然呢 我出永乐宫 不也正是为此吗 今日这是闹的 家人 什么呢 这般出神 见过太子妃 可都准备好了 我在帮激通阿子 将贡品摆放妥当 一会儿一起祭拜 你在长丘宫灵训 自然要帮母后辛苦些 对了 我来送祭司用到的香丸 放在何处 给我收下别好 火折子我也一起收下了 你方才为何对着 霍将军的画像出身 我是觉得霍将军 与子慎 倒是有几分相像 都说外申消救 这也没什么稀奇的 不愧你与子慎情深 一眼便瞧出来了 哪有太子带太子妃好啊 我听闻朝中大臣 都奏请太子殿下令取侧妃 太子殿下都不曾允许 皇兄不答应 并非一与楚妃感情好 全因曾经沧海故人难忘 楚妃 我说得可对啊 三公主 此处还未布置妥贴 还请三公主一步偏殿休息 我是特意来寻楚妃说说话的 今日在席上 楚妃不是与我母妃挺多话说的吗 你今天怎么不说话了 楚妃像得如此沉闷 还穿得如此寒酸 如何能令皇兄心仪呢 三妹还是莫要取笑我了 我忘了 母后要求缩减宫中开支 楚妃母族不过普通农户 缩减用度后恐怕捉襟见肘了吧 能支撑东宫这么久 确实为难你了 这祝岛用的香丸价值不菲 之前我还怕楚妃凑不齐银钱买的 耽误霍将军祭祀 以我皇兄对楚妃的厌恶 怕是不会为你辩解 不打扰你们互相可怜吗 我呀 三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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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快起来 你们要压死我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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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主 可曾伤着 三公主 可曾伤着 少假惺惺 乘上伤 给我等着 迟早收拾你 三公主素来瞧不起我 她对我冷嘲热讽惯了 我也早已习惯 你方才不该为了我与她起冲突的 怕什么 我就是觉得她好笑 明明是三公主 非要伤一个报复伤谷似的 这么爱炫耀 当年圣上四处征战 岳飞随军 三公主自小寄养在小月侯家中 小月侯夫人出身伤谷 那些伤护女娘 素日最爱攀比衣裳首饰 所以也养成她娇奢的性子 圣上处处提倡节俭 她还穿得这么画质招展 也不知道何来的银钱 她跟着小月侯 自然就有生前的法子 不似我这般 娘家也靠不住 你既得罪了她 从今日起见着她可要避着血 她性子乖张 牙子必报 我也性子乖张 我也牙子必报 日后 就看谁报得过谁吧 太子妃 刚才她说的沧海故人 是谁啊 事情都已过去了 父亲也罢 拥有什么事啊 也既得如梦 都怪朕当年 没有及时救下孤城 朕 当真是有亏于你呀 直到如今 死人已逝 也就不得为变了 当我文氏子孙 日后 要牢记今日之荣耀 是祸事 介意我们的 子晨啊 给你舅父磕个头 让他好好看看 你如今的模样 激情 这家族上香祭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受伤妹妹 这香粉容易迷眼 你得小心点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白峙目 新闻 什么东西 别吊起来 快 快灭火呀 快快快 灭火呀快呀 别愣着 快将三公主的外上脱去 好 别别别偷啊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 那身野鸡一群 我让你换也不换 是连小命都不想要了吗 给我拖了 你脖子上还带着什么玩意儿 那一定是你 是你在我身上做了手脚 故意害我出仇 今日获释祭奠 谁允许你穿成这样 这已经是三令无神 在宫中要杜绝 赦密之风 一霄殿下 而你呢 怕朕的侄业 当成了耳旁风啊 在你的眼里 还有没有朕这个父皇啊 父皇恕罪 我本是无心的 今日是我去探望母妃后 才得知祭奠仪式 又着急去长丘公赴武颜 一群已无法更换 所以才不得不用 母妃外袍遮掩的 获释祭奠每年一次 你若不记得 那更是可恨 你身为公主啊 是天下之俸禄 却不曾 将建国的恩者 明居于心 明居于心 着实该打 父皇 三妹此事确实做错了 还请父皇重重责罚 只是 此为家事 今日又为霍侯祭奠之日 不便当着霍侯的面 惩罚三妹 令她临下难安 不如回永乐宫中 再做处置 父皇 我表哥宣驸马 一年俸禄不过三百贯 三子此身绫络珠宝 怕是不价百金吧 这几日孩儿常看三子 颇为阔绰 有时一日能换三道首饰呢 身为公主才缘不明 可并非区区家世啊 对呀 你倒是说说 你是从何处 获得如此多的财富 我 我与人合开九楼所转 这是何处啊 父皇 这是三昧领地 流通的违逼 三昧领地 三昧领地 你我义母同胞 你竟告发我 我只知律法有文 皇族子嗣私自助弊 本该就与叛国同罪 本该就与叛国同罪 你我先是父皇的臣子 然后再是小妹 你竟敢自欺 私入违逼啊 建国不过十几载 你 你这想灭少王国吗 不是我 儿臣并不知情啊 母妃 母妃救我 母妃救救儿臣 儿臣风力并无狂山 如何出逼 父皇我冤枉啊 父皇 父皇 儿臣已经命人拿下了 运送慈弊之人 审问之下已经确定 这些未必 都是寿春所指 寿春是小钱安王的封地 更是老钱安王属下 彭坤统领 那可都是宣家人所为啊 儿臣是为他们 连累得不忘 三妹 你莫急着要撇进关系 这些未必 能够流进你的封地 那也是你监管不到 罚你也不远 来 子轩啊 你就同姬寸一起去查吧 他若此事真是小钱安王所为 那就此 收回他的寿春狂山吧 父皇 他们驻毙 为何小钱安王只是收回寿山 为何不杀了他 就因为他们有恩于皇后宣誓吗 住口 事已至此 你还不思悔改 还妄图忽乱攀扯 来人哪 来人 把他拖出去 狠狠地打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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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ert 岳飞 岳飞 药已换好了 臣告退 妹妹还有心谱取呢 那圣上分明就是偏心呢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三兄若觉得罚得不够 我可要求圣上再打一次 务必打断她的腿才好 你 私自助弊 是强烂小王爷 女儿也不过被侠主所变 才会令韦毕在风地流通 王维俄就责打我一人 我不服 少说两句 此话 骗骗你自己也就罢了 再封地用尾弊 明明是你有意为之 否则 你哪来的钱财 买那一身富贵衣衫 哪来的钱财 买那些朱差头饰呢 妹妹 三公主 还有兄长你 三公主她没脑子 断然想不出这种 文修军在前冒险 他暗中在后挣钱的法子 圣上妙则令严查 那是为了 要给我们月氏 留那么点脸面 三公兄如何会知晓 我封地流通违毕 定是有人背后在对付我们月氏 娘 是长秋宫内王 要么就是那林不宜 还有个车要上 我为他设计我 害得一包在班烛火 我何也会被父皇发现 还不是 你蠢 我怎会伸出你这般蠢笨又眼皮子浅的女娘 我倒要感谢陈少商 若非他一番设计 加之你三兄主动揭发 日后 你还不定要办出多少 游损我月氏颜面的事来 阿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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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小跟随圣上 你与圣上才是真真切切的远配夫妻 可是圣上心里也这样想的吗 长秋宫为何处处能压你一头 这一次圣上就是看在长秋宫的颜面上 才饶过小前王 可是你呢 那可丝毫没顾及于你的情分 如此重罚三公主 三兄 我曾说过 若谁再提此事 避重罚 你不让我说我偏要说 阿赫啊 当年我们跟随圣上 他身无常物 那启示兵马全部都是来自我们月氏 圣上对你一见钟情 更是天下要定娶你为妻 可是谁知道 这青梅竹马 终究还是敌不过江山伟业 为了借宣誓钱财 用宣誓兵马 又纳入了宣誓 这其实都无所谓 可是于情于理 你在先 他在后 怎么这皇爷已定 他就可以母仪天下 你却成了妃嫔了呢 这不公平啊 宣誓为圣上谋天下 清静全部圣家 曾经追随圣上的祸世 也已失去了全族性命 可我们月氏 好歹还有你我兄妹二人 圣上为了安抚我 特命两宫同位 这对母仪天下的皇后 何曾公平 对疯癫痴傻的霍君华 又何曾公平 三兄想要的我都知晓 今日 我一把话放在这儿 我想要的 都已得到 你心心念念的那些 我月恒一个都不稀罕 今后少打着我的旗号 给我惹麻烦 若是再有下次 休怪我 不顾念兄妹之情了 阿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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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呀 你看我 今日这身打扮可光鲜 我穿着它去见文家 阿兄可好啊 甚是好看 上次前安王寿宴 我就穿的是这身 生生意压过他月恒 你可曾 得罪过月氏 我恨月恒 命人绑了他 若不是兄长和文家 阿兄及时赶到 那月恒早就凉头了 谁知 谁知文家阿兄 从那日起便不理君华了 那以你对月氏的了解 倘若若你我二人遇险 倘若你我二人遇险 小月侯可会及时来救 阿兄你这么厉害 怎么可能遇险呢 不对 岳家军没有来 老前安王也没有来 老前安王也没有来 他们一个都没有来 阿兄 你死了 你死了 老在十几年前的故事 你就死了 你死了 你死了 居然在孝府内藏珠宝红杀 这岳家分明欺人太甚 幸而又承家四娘子 将此事戳破 以前还不觉 现在想想 若是能得个如此 有仇报仇的少女权 实在过瘾 这岳家 少主公 如你所料 小月侯与三公主合谋 引诱文秀军上当 怂恿小前安王 在封地私自驻毙 咱们暗中将消息 告知了三皇子 他也果然大逆勇气 可惜圣上 依旧打算稀释宁人 只当此事 使妇人贪财勿事 不再善就了 擅自驻毙本是死罪 但若此事牵扯三公主 文秀军小月侯 那圣上为了公平起见 只能轻拿轻放 大势划小 这次我助老前安王儿女 逃脱死罪 也算是还了她 当年愿舍命救我舅父的恩情吧 圣上明知道 以三公主的能力 不足以搬出此事 却依旧不追查小月侯 咱们要是小栋小月侯 只有让她犯下更大的过错 这小月侯滑不留守 想让她露出马脚刻不容颜 那文秀军若是有她一半的脑子 前安王一脉也不至今日 她本就是靠着少主公才逃过一劫 却还不消停 你们瞧 今日她又暗中给她的儿子 王龙送信 这一切被我们截下了 前安王子 怎堪私辱 使我受传 何能力 盼儿出张 以剿匪之功 重立为主 剿得钱 以资令救 我 真是蠢货 自己的父亲死得不明不白 也不缺察 整日里就只制作这些贴补地地的蠢事 你们就将此信原封不动地送去王龙那里 再向山匪透过血 说圣上剿匪 不胜不归 受主公是想让那王龙被擒 留着王淳父子这两个蠢货在场 迟早获过 就让他们因为此事被罢官 也好过将来犯了大错 家族尽灭地好 飞吧 有个嫁妆 也能将手刺破 有个嫁妆也能将手刺破 那这日后 如何作得自生的心腹啊 皇后一直向这美颜说你呀 聪慧周全 倘若真将这长秋宫的寿宴 交与你来操办 你这般毛毛躁躁 可操办得了啊 确实 确实操办不了 陛下 绍商进宫学规矩不过粤鱼 诸实不懂 哪抵得上悸痛阿子 八面玲瓏 再说 绍商还要听陛下吩咐 日日留出心力 与林将军花前月下谈情说爱 哪抽得出空子 来置办皇后授业这般大事 陛下 你就不要难为绍商了 朕就知道你要推脱 明明是你自己知难而退 所以偏要把这些责任推脱到朕的身上 好 背会寿宴哪 朕偏要让你来操办 就不由得你啊 多清闲 什么 王龙大人去剿匪 竟然全军被困了 紫生 这该怎么办呀 我该如何向父皇禀明啊 王龙擅自带兵出征 私自行动 陛下直到后定然会大怒 若想保住其性命 可令其父王淳辞官 陛下念及前阿王情分 也许会饶太民 可我这外辜负王将军 正直壮严 如何能致师啊 紫生 要不然悄然带兵出征 解救王龙后归来 这样父皇便不会知晓了 殿下 擅自带兵出征 乃是欺君之罪 可王将军 已经是我外辜负 殿下 你身为储君 圣上最不喜的便是 你与外戚走动过境 身为天子 可屈群臣 不可为群臣所屈 再者 那王淳本非将才 若非殿下为其谋得职位 他远不配领兵同将 殿下你将来继位 眼中所见心中所想 不能只是一家一族 得是千家万户 为君者 不可任人为亲 陛下 陛下 陛下可要三思啊 这宫中如此多的皇子公主 你将皇后这么大寿院的事情 交与我来做 我怕我实在是做不好 道也无妨 道也无妨 日后你嫁于子圣 总要操持府内事务 迎来送往的也是难免 于信你能行 就不必再推脱了 陛下 太子殿下求见 似有 要事 嗯 陛下 你可得跟我好好说说 往日的千秋宴 都是如何办的 这个我可是一跳不动 也就是跟百官 饮酒用膳 只是比平常家宴 多了歌舞情喝罢了 他这是膳离之手 如今还被贼匪扣了 此等行为你还回护他 皇后 方才我兄弟鸳鸯 你看着如何 我 皇后 可换兵之计 如此哄堂辩言 你也说得出口吧 畏畏黄龙这蠢诺 你是要去军吗 你身为蜀君 当农得国士家士 输情输重 任凭在清境之人 勾犯国法 也能从严处之 你看看你今日求情的 为情无恙 看车的上 一个储君了 皇后若担心太子殿下 我可借送茶之时 偷偷去查看一份 不必了 太子被圣上训斥 也非守刺 圣上发过火 过几日就会算了 多怪鱼教祖五方 都怪鱼教祖五方 才会让太子随了鱼的脾性 软弱 寡断 任人为亲 谁说的 皇后是这世上 最温柔体贴的女子 太子殿下便是随了皇后 才这般地得人心善 但日后太子继位 定也是一位宽宏仁厚的明君 若他只是寻常人 于定会为 有如此良善的孩儿骄傲 可他偏贵为储君 他人是天下之主 这便不值得骄傲了 主君为何不能良善人的 这是何来的道理 圣上开朝不过十余年 根基尚且未稳 时时刻刻需要做生杀决断 太子虽宅兴仁厚 但未必是最适合高位人选 若他只是个寻常孩儿 而鱼只是个寻常阿母 那该多好 太子虽宏兴仁厚 如果这次没什么 太子昂 国语 天洁 国语 公交 也不披荐医生 万一照亮了 如何进宫服侍皇后啊 阿母 我出生之前 你可我想过 我会是怎样的人 怎么 我突然不到这个问题 今日侯侯跟我说 他信任太子是个平常的爱人 难道永远没什么 但只要快乐 平安 便就是最好的事情 阿母也是此外相当 我就适当生活想太多 阿母最不喜欢的人 无论之 阿母心中的海人 地质像洋洋暗自立 满瓜桥董事 又怎会是我这样 又不听话 我连固执的迷迷了 是我连安护是吗 连连回去说 夫人怎么了 为何不回屋休息啊 你又吃饭了 你又吃饭了 都吃饭了 刚才娘娘问我 期待她今后成为什么样的女人 我大半夜 她怎想闻这些美的味道的话 今日皇后跟她说 希望太子做个寻常人 远离朝堂是非 娘娘也是第一次 体谅到了做父母的心酸 不过不是为了我吗 人整大 那只有父母两位老师 从他人出学来也不是坏事 总比一辈子都不懂 体谅父母想办 夫人怕是吃醋 姚姚从皇后出 学会了体谅父母 这有什么呢 我只是说说而已 夫人不要生气啊 该不会不让我 想念你 她说 是来个小孩 是她的女人 在我认识